愛家貝關懷協會在宜蘭十二鄉鎮 推動食物銀行以及社區洗服的並項計畫 五年來已經累計有54處了 包括偏遠的大同鄉和南澳鄉都有設立 歲末年終寒冬至濟 在京園會館洗開54桌 和社區的志工朋友們一起熱鬧滾滾 同歡同樂 主要是感謝這五年來在宜蘭縣 為我們在社區默默付出的每一個洗食志工 我們宜蘭縣目前有54個社區據點 鄉鎮普及率已經百分之百 我們也希望藉由志工感恩餐會 來謝謝在每一個角落默默付出 默默珍惜好食物的每一個志工 那今天希望每一個志工在歲末年中 都能夠身心健康 也能夠得到好的一個抒發 也得到很棒的禮物 鑫慧還特別製作了一支影片 集結了各地食物銀行所受助的孩童 需要的食物家庭 還有社區將食物不浪費 共好的計畫完整呈現 不是不一定是貧窮的人 就有需要的人然後珍惜食物都可以 那在社區這邊呢 只要過多的食物呢 我們可以用在長青食堂 甚至跟需要的朋友分享 社區共享冰箱的計畫 讓食物能以最大的程度 被分享而不浪費 就進來提供給有需要的民眾 而這中間是有一群志工朋友們 努力無私奉獻的付出 珍惜每一分得來補充的資源 愛家卑鄉 一來西部記者來 下午才不報導